好了各位朋友 目前是11點 看一下 11點09分 我要仔細看一下 我有這麼早出門嗎 真的耶 11點09分 我一直以為我出門已經晚了 現在我在武昌街 得53巷 我已經上線了 那 要往這個 赴北綿圈中 麥當勞的那一圈前進 一樣喔 週間燙獎是60燙 第一標 一樣是分三天一天20燙 要把它跑完 今天反正我就盡量跑 希望就是 系統就是要恢復正常的給單 不要跟前兩個禮拜一樣 前一個禮拜 算了 前兩個禮拜好像是吧 忘記了 腦袋不太好 反正不要跟之前一樣突然間出現故障 希望這個單要多 當然還是取決於有多少客戶點餐 點餐的客戶多 單自然就多 點餐的客戶少 單自然就少 這個 基本上來說是 不變的道理 這樣子 所以點餐的客戶還是重要 這就好像開餐廳 有做過餐飲業的 或是有 有在夜市擺過攤的 其實你們就這樣想 這些點餐的客戶 就好像是來跟你買東西的客戶 那客戶跟你買東西的多 你當然業績就多 那客戶都不跟你買東西 你當然就沒業績 這樣大家轉換一下 你們的思維模式 客戶 客戶要有下單 才會有單 大家應該有看到 我把SJCAN C300 把它掛在我的林口上面 原廠附的有一個夾扣 是可以夾著的 今天我就沒有要把它放在帽子上 因為放在帽子上 很奇怪 它那個位置就不太好 因為我戴帽子的時候 居然會去撞到它 講錯了 我走路的時候 或騎車 譬如說像這個 樹葉樹是什麼 我會忘記它的存在 讓它去撞到 其實它的那個鏡頭很優秀 有啊 我很擔心這個樹枝就把它刮傷 所以我後來就折衷 我就把它改用 那個內部的夾扣 把它夾在我的林口 今天是第一次這樣子夾 也剛好測試看看 試試看夾林口 它的那個製正效果怎麼樣 因為林口終究不是一個 一個很穩定的一個 一個載體 講載體有點怪 一個相當穩定的一個基座 這樣 衣服軟軟的嘛 所以它這個 只要一點風吹 不是風吹早上 只要一點震動 它應該就會震動得有點兇 這樣 所以 今天就先這樣子看看 看看它的那個製正效果怎麼樣 那我也知道就是這樣子的那個 夾林口那個 衣服比較軟的關係 它的製正效果不會太好 但沒有關係 也不要太差 嘿嘿嘿嘿 不然我可能要 要把它夾回 那個 鎖回帽子上了 或者是我要想其他的辦法 好啦我先去買水 剛剛呢 系統丟了一單給我 不過我看它的落點在濱江街上面 就是 呃 過了那個富北地下道的外頭 那 那 那段出去不得了 那 出去要再回來 其實要點時間 所以我根本不想去 而且我騎腳踏車 根本不能穿過富北地下道 我要從飛機巷繞過去 然後過 然後再穿 騎段路過去 然後還要再從那邊 再繞一圈回來 好 那不得了 那根本不可能這樣子搞 喔 這 這個熊貓它的這個 裝飾品很多 哈哈 好啦 繼續等吧 希望系統不要因為我鋸了一單 就不給我單了 那單實在是不行 那單實在是不行 好 各位朋友 這邊看到一個熊貓夥伴 他應該是Uber吧 他應該跑 跑的是Uber 我這邊 收到一個 前年信義風行 呵呵 他其實這個人力的喔 超強的 好了各位朋友 目前我在民生東的山段旁邊的這個巷子裡面 我剛剛送掉手中的麥當勞啦 最後一單 應該講說第八單 不能講最後一單 第八單 然後現在是12點58分 那我還差兩單才十單這樣 我是希望能夠在這個一點半前 能夠再接到兩單 這樣子 這樣我晚上就不用再努力沖12單 沖10單就好 今天是沒有辦法 這個中午就沒有辦法 沖得很漂亮 不過我覺得其實這樣的單量也是可以啦 也是沒有問題 因為終究現在才12點58分 這樣 好 那我決定要往前面那個 赴北明圈東 那邊的那個麥當勞啊 還有這個路易山啊 那邊前進這樣 當然這裡面 這一區裡面也有很多餐廳啦 不過 我在這裡面的這個 接到那個單 相較之下是比較少一點 所以 我就沒有打算在這邊留著 這樣 我要到前面去 就在景州街那個位置 好 景州街那邊 跟這邊相比 齁 景州街那邊的單 會比較高一些 這樣 好 可以話不多說 慢慢的往景州街那邊 那個區塊前進 好了各位朋友 目前人在明圈東 路山段上面 榮心花園公園的旁邊 現在是1點31分 我送了9趟 我剛後來又接到一趟這個 麥當勞就把他送掉了 那麼 現在 我就打算 先回家了 今天就不跑太晚這樣 就午餐不 午餐的部分就不跑到下午去 這樣 那 剩下11趟 今天的 目標業績 還有差11趟 我就晚餐再繼續 上升 外面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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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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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